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 我要來測試說 用湯匙來喝珍珠奶茶究竟要花多久時間 因為呢 最近好像大家還蠻多人在討論說 因為環保的關係 要用湯匙來喝珍珠奶茶 那我自己呢 就是一個非常重度的手搖控 就是我去手搖店 我一定要加珍珠的人 所以呢 我就想說 嗯 我也沒有試過要用湯匙來喝珍珠奶茶 那我就來試看看說 究竟用湯匙喝完一杯飲料需要花多久時間 我相信大家應該還蠻好奇的吧 所以呢 今天就實際喝給大家看 我們道具上 桌上這些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今天準備的飲料呢 是 五十蘭的黃金烏龍拿鐵加上波把 一定要加波把 我個人是一定要吃大珍珠的人 就是我喝小珍珠會生氣 就覺得說 我的牙齒要咬那個小小的珍珠 就是很難咬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現在就先暫停一篇到下面留言說 你是大珍珠派還是小珍珠派 來看看說究竟到底是哪一派的人口比較多 那今天還有另外一位主角就是湯匙 我總共準備了三支湯匙 因為我想要先來試看看說 究竟哪一種湯匙喝珍奶比較好喝 就是比較方便喝 一個呢是這一種 一個呢是這一種 稍微直徑比較小一點點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 比較中間一點 它這個是比較圓的 還有一個呢是這一個 很寬寬大大 這一種就是我們以前便當盒裡面會附贈的湯匙 我旁邊已經架好了手機 就是要來看看說究竟我用湯匙要喝完這一杯飲料 需要花多久的時間 我今天是準備中杯的飲料 因為我怕說如果我拿大杯的珍奶來喝的話 說不定我的相機電池根本就沒有辦法撐那麼久 說不定我要喝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挑戰中杯的就好 那等一下第一個我要先測試的時間是 我需要花多久時間才可以把這個珍珠奶茶的封口打開 因為我覺得開這個封口也是滿麻煩的 說不定等一下會噴得到處都是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測試喔 我現在好緊張喔 因為我不曉得到底要花多久時間 等一下這個計時按下去我就要馬上開始開這個杯子 3 2 1 噔 好緊張喔 等一下我要把這個杯子打開 我這個是塑膠封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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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一點點難開 等一下我打得不開 等等等等 欸 等一下我認真打不開 而且我開了我的指甲好痛喔 而且我開了我的指甲好痛喔 可是 我覺得我必須要測試就是 在沒有任何其他工具的階段下 我要如何 把它打開 因為大家 應該也是 真的要這樣喝也是需要勵精這個過程的啊 可是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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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比我想像中難開很多 我不會 我接著測試膠在這裡耗5分鐘吧 欸 怎麼辦 我真的不行欸 誰可以幫我 啊 打不開 我真的打不開 我跟你講 用湯匙這件事情真的是 太不可行了 我要怎麼把這個打開 除非這個封口是用紙做的 可能會比較好開 用塑膠的 真的超難的 因為你們看 我這個邊邊 根本就沒有一個失利點啊 要許我 等一下 我覺得我不行 我要拿湯匙幫助我 我真的不行 我現在要拿這個湯匙 大家你們 你們也要原諒我 我真的是打不開 我要先戳一個洞 啊 好 戳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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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先把封口拆開 這樣我等一下才可以用湯匙 啊 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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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超難弄的啦 我要生氣了 我喝一杯珍奶怎麼那麼麻煩 好 等一下 我要把它撕開 撕開 撕開 好好好 啊 別 我 我才剛開始我就 啊 我才剛開始我就瀝青了波折 我的手機剛剛跌倒了 但是時間還在寄 好 我要繼續開 好 我這樣把它開開開開開開 喔 我終於要玩 打開第一步了 好 我現在先開一半 欸 開一半很噁心 它會這樣彈來彈去 我跟你們說 這真的很難 這真的超困難 好 不行 我 timer先到這邊 我等一下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 STOP OK 好的 各位 我現在把杯口打開 需要花3分41秒 而且我現在手超痛 我現在大拇指跟食指真的超級的痛 然後我的桌子 噴了一堆奶茶 好 我現在 好 我現在冷靜了 我覺得我有點太失控了 真的 用湯匙喝這件事情 我可以直接下結論 真的是太麻煩了 我的天啊 除非我們用內用 可能才不用 撕這個封口 但是 喝手搖就是要走來走去啊 好好好 我要撕開了 我要撕開了 好的 封口終於撕開了 我的媽啊 我不曉得究竟是我這一杯的問題 還是 大家你們在用的時候 也會這樣手忙腳 我先來試看看 用哪一個湯匙來吃珍珠 比較好吃 我先拿最小的這一個 來用 好 欸 撈不到 喔有有有 撈到 這一種小湯匙大概只能用4顆珍珠 並且加上一點點的奶茶 真的只有一點點 好 我覺得這個小湯匙不適合 這樣吃起來根本就沒有奶茶跟珍珠一起 好 我來試試看中的 我覺得這個中的應該不錯 中的應該可以就是蠻剛好的吧 欸 你看 中的它就可以咬到很多很多的珍珠 可是一樣奶茶也是很少耶 你們看 它奶茶就只有幾毫米吧 好 我來試試看大湯匙 這個大湯匙應該是喝起來最快的 等一下 好我現在發現一個問題了 就是 你在用湯匙喝珍奶的時候 你必須要自己去平衡說 你抓的珍珠的量跟奶茶需要怎麼樣的平衡 好我覺得用大湯匙看起來是最平衡的 就是你珍珠可以不用太多 但是你的奶茶的量也可以剛剛好 好那我今天就決定用這個大湯匙來測試看看說我喝這杯珍奶到底需要花多久時間 我剛剛開杯子已經開了三分四十一秒了 好我繼續喔 我等一下 按下這個timer它就會繼續計時 好開始 好三分四十一秒 等一下 移一下喬一下 好 開始 恩 珍奶還是一樣好喝 像有一種在喝湯的感覺 但是我發現 量好像沒有在減少欸 我發現一個問題了 就是你用湯匙在喝珍奶的時候 你很難做其他事情欸 因為你的 你的專注度要很高 你很容易就會不小心把奶茶灑出來之類的 喔有有有 我喝了 五分之一了 像連續咬珍珠嘴巴好酸喔 欸 還不錯欸 我已經喝了一半了 我覺得最難搞的部分根本就是開杯口的地方 現在七分鐘 我已經喝了一半了 我原本以為我會不會要喝一個小時啊 結果 欸 不錯欸 蠻快的蠻快的 但是我發現啊 我的珍珠跟我的奶茶已經有點不成比例了 就是珍珠已經剩一點點了 因為我們平常在用吸管喝珍奶的時候 是可以很平均的 讓你的珍珠還有奶茶平均分配的 可是用湯匙有點難欸 剩下一點點其實我可以直接用杯口用倒的 但是我要秉持著實驗的精神 我要用湯匙把它喝完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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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的 那從今天的影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是 用湯匙來喝珍珠奶茶它其實是可行的 只是你的過程會非常的艱辛 如果你跟我遇到一樣很難開的杯子 你可能光是開這個風口就要開五分鐘 現在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在思考說 究竟我們要如何在享受手搖杯的同時 也可以兼具環保 像現在環保吸管最多人的選擇應該就是不鏽鋼或是玻璃 我還有看到有出竹子做的吸管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習慣去看看說 哪一種環保吸管可能比較適合你 我們可以在比較常會喝到飲料的地方放環保吸管 像是可能是學校啊或是公司或者是家裡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用吸管來享受喝飲料的感覺 因為用湯匙來喝雖然說可以喝可是真的比較麻煩 我覺得要百分之百不使用吸管可能真的會有點困難 因為你可能不知道說你究竟什麼時候會喝到飲料 可能你今天走在路上就去說天啊今天天氣好熱喔 好想喝杯飲料 或者是你可能在外面有朋友請你喝飲料 可是你手邊剛好沒有環保吸管 但是我覺得能減少一根是一根 只要我們有越來越多人有這個想要環保的想法 我相信極少成多我們也可以為地球減少很多垃圾 甚至如果你是超級環保人士的話 你們也可以自己攜帶就是環保杯去買飲料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減少更多的垃圾 那看完今天這部影片如果你們覺得還滿有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來挑戰看看說究竟用湯匙來喝珍珠奶茶 需要花多少時間可以喝完 說本店有神人的朋友你們可以在大概五分鐘之內 就可以把整杯飲料喝完 你們喝完之後呢可以到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們究竟花了多少時間可以把一杯飲料喝完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看完覺得還滿看戲的話 可以幫這部影片點個喜歡 或是將這部影片分享給你所有愛喝手搖杯的朋友們 看看他們能不能用湯匙來喝手搖杯 如果你是新朋友還沒有訂閱過我的頻道的話 都可以訂閱我喔 再來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喔 要記得把訂閱鈕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才可以收到影片的最新通知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